上期获奖观众是九瓷目 每天都会随机车选一位幸运观众送出五元红包 关注留言转发即可参加 哈喽大家好我是KD 我们上期视频着重介绍了一下穆瑟镇的一些资源点位 不过很多小伙伴都说物资是很丰富 不过我每次都出不来怎么办 这种情况我想很多小伙伴都有类似经历 就连山顶废墟他自己都可能没有想到 我竟然有一天可以这么活 这就相当于海岛地图的自闭城啊 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穆瑟镇接近于无敌的阴人点位 出他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载具 之前蹦蹦车可以说是抓地能力最强的载具 不过随着载具的更新优化 现在的吉普车就会开了外挂一样 强悍的不要不要的 好了废话不多说 其实现在说的废话就不少了 我们来到了穆瑟镇 接下来就是介绍两处围绕旋转木马 非常适合老硬币的阴人点位 首先第一处是旁边的这种大树 估计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啊 他竟然可以利用攀爬机制上去 这算是光子给我们留了一个彩蛋吗 在这里视野虽然不是最宽阔的 但是隐蔽性是最强的 用来实战效果也是最佳的 像这种伏地魔也会暴露在我们的视野 用来狙击旋转木马的人很nice啊 假如满分10分的话 我会给他8分 可攻可守 隐蔽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